因听胸动作称体坛女神,19岁的她虽然放弃体操,但却让人敬佩体操介出美女,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,而对于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张逗逗来说,虽然她的成绩没有太过于突出,但是她一度却使体操队内人气最高的队员,一个摄影师的一张照片,让她成为了各位球迷,心目中的新女神,不过她现在已经离开了体坛。 19岁就退役,这在当时也让很多人十分费解,甚至一度有消息称她在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之后,要进军娱乐圈,她成名于2014年,但是她作为中国体操队的代表,在鸟巢参加一场体育界的慈善活动,摄影师无意中拍摄的一张照片让她成为了中国铁坛红极一时的人物,当时她因为一张挺胸罩,走红于各大体育板块, 而虽然她19岁就选择了退役,但是她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,加入娱乐圈淘金,而是选择了成为一名体操教练。 而且她的学生很特殊,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,作为教练,她不仅在生活上,关心这些小队员,在学费上,她也尽量地去帮助每一名小队员,在她的体操班中上课,对于很多贫困学生来说,并不是一个负担。 用她的话说,就是趁着年轻,多为中国体操事业做一些贡献,由于本身具有不小的影响力,所以曾经有很多的经济公司联系过她,希望可以将她打造为一位体育界的网红。 不过这些提议都被她拒绝了,其实从颜值上看,张豆豆丝毫不输给那些网红脸,而她的青春和气质,完全可以为她带来可观的收益,不过现在一心想要帮助体操小队员完成梦想的她,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,依旧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梦想,虽然年纪不大,但是她的品质和行动,着实让我们佩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